欢迎收听coco早餐 中壮年人士就占了300名 这300名我们的政府已经决定公费疫苗 要给予打针 然后让大家接种 疫苗应该是接种 要10月起 满50岁就能够公费接种疫苗 从2月到10月还有8个月的时间 意思是说我们中壮年人士 现在身体比较不容易 对流感免疫了 所以要等到一段时间 这个流感疫苗的状况 是确实非常严重 各大医院都从春节到现在 急诊室都是天天塞爆的 抢救重症患者的加护病房跟呼吸器 是供不应求的 而且不只是中壮年 还有老人跟免疫力较弱的 也变成了重症 要动用液克膜来抢救 各医院加护病房爆满之外 随时还有流感重症患者排队等待床 但是一味难求 那机关署的副署长周志浩昨天说 今年的流感病毒株 以A型H1N1为主 相较H3N2病毒株 依侵犯长者H1N1容易引发中壮年重症病例 上周新增14名的死亡病例里 有一名四岁幼童 六十岁以下有七名 其中三名患者不到四十岁 有气喘糖尿病 以及心脏病等慢性症病 因为流感并发肺炎重症而过世 新光医院感染科的主任张藏能 昨天说 那H1N1容易使得中壮年青年并发重症 虽然相关研究没有厘清 但是临床表现确实是如此 尤其是病程严肃 非常快 三到五天就可以发展成为重症了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那大家的健康 现在流行性感冒 已经使得被台湾所有的医院 都陷入了非常忙碌而困顿的状态当中 那我们也看到在立法院 昨天是礼拜二 所以呢 这个立法院里面的立法委员呢 也都这个磨刀霍霍 有人有表现啊 那当然比较 由于这个民进党跟时代力量的立法委员啊 所面对的仍然是这个执政党是国民党啊 那因此在他们的这个执政的表现上面啊 当然是故意的也刻意的当然也需要的比较突出啊 不过我对于有一些立委 比方全程讲台语 我不知道这个吴昆玉教授是怎么说 因为我的生长背景的关系 我没有办法全程听啊 直询上的台语 比方我上节目的时候碰到谢龙界 我就头很痛啊 上了个节目就很辛苦 因为他还鸡鸡刮一直讲台语啊 不会讲台语不是我的错啊 我的生长的背景就不会讲台语 我会讲山东话 那你们会讲山东话吗 不会讲台语啊 我好几年以前被认为不爱台湾 好恐怖 现在我们的台湾的人民比较理性了 但是直询的时候全程讲台语 这个意思是他不会讲 我们的大家所使用的国语普通话吗 还是他有什么其他的意识形态的意思 吴昆玉教授的专业非常非常的令人敬佩 但是全程讲台语这件事情 我觉得民进党团们 是不是想办法好好的讨论一下 要不然就是将来民进党的执政之后 民进党的阁员上台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没有办法有表现了 所以才要有这样的一个 这个最近的演出吗 昨天还有一位 我也觉得还不错的新北市选出的立委 去问人家张善政 我叫什么名字 你不是在把人家当白痴吗 因为主席就已经宣布你叫什么名字啊 而且在投影片上也投出来了 结果他说是啊 你叫什么名字啊 我有讲啊 结果后来又问人家 那我是什么选区的 拜托我只知道他是跟谁对答 但是我不知道他是什么选区 凭两行讲 那这个因为这位新北市的这个新选出来的立委 在选举的时候还蛮勤奋 没勤劳是新北市议员出身 是不是新北市议员 我不知道啊 这个他因为他的对手是他的同盟的 这个大概是师兄弟吧 有必要这样子吗 为人家我是什么选区选出来的 拜托啊 民进党的这个立法委员们 我们选蔡英文 选民进党 是选给一个执政的 有泱泱大度的 为人民着想的 不是在那边耍猴戏的好不好 我不是讲台语耍猴戏啊 大家不要给我贴标签 我的意思就是说 请你们好好的 直询出一些正常的东西吧 台湾的人民那么多 那一个直询三十分钟 你全程讲台语 那以后大家都讲台语好了 我的意思就是 对听不懂台语的张善政来讲 就是不公平 张善政居然不敢说我听不懂 我不太相信张善政听得懂 因为张善政 他是属于比较不讲台语的 那个时代 那个族群所生长出来的 我请问你啦 你现在去问那些年轻的孩子 不管他是二十岁出生以后 他是在哪个地方长大 不管他的祖先是什么样的生机 你觉得他全程听一个食安卫生的质询 是会听得懂吗 昨天好多人给他拍拍手哦 我可是要逆势而为啊 我告诉大家啦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呢 不要成为蔡英文猪一样的队友啦 还包括高志鹏 去提呢 废除国父一项 而你有创意 你了不起 你一边一国 我们选蔡英文是因为 他是中华民国宪政架构的支持者 因为他是维持现状者 因为他要让两岸能够稳定和平 因为他要让台湾的人民 超越蓝绿的斗争 因为我们大家都累了 我们老百姓都累得要命 然后你们这些立法委员不累啊 而你一生就三十分钟 所以就要在那边 拳打脚踢演猴子戏啊 还有一位立委 我也很喜欢的 台南的立委 说要什么把这个 某某某 这南荣列为什么什么言论自由日 有必要吗 还没有上任呢 你以为台湾的选民 全部都是深绿的吗 深绿的选民 需要你们这样子 在一个已经正要疗伤止痛 修生养习的台湾社会上面 去舔伤口 在伤口上撒盐吗 我刚才讲这些是非常郑重的语言 如果你们再继续这样下去 我们就翻过来批判你们 蔡英文主席 你身边的人或是蔡主席 自己在做产业之旅非常的辛苦 要从经济改革 要从法令改革 要从科技立法等等来改善台湾 非常的努力 结果你们把这些立法委员在那边搞七点三的 烦不烦呢 这是我一个中间选民的新生 但是我告诉你 Fred的质询 我赞成 因为他非常清楚的表明他的立场 昨天在前进新台湾节目里面 他跟主持人林楚英有连线 我在现场 我问了他三个问题 问完之后 我更佩服这个林长作 因为他知道他讲什么 他知道他的地位是什么 他知道他的台湾的政治理念是什么 但是他也知道 他个人的政治理念 不是透过搞七点三 不是透过这个立法院的猴子系 也不是透过这个其他不同的方式来达成 而是透过民主的手段 他说他是台独 大家都知道他是台独 他说这个张善政等等是华独 我不太喜欢所谓华独这个东西 就中华民国嘛 那你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我叫中华民国啊 那一中各表 这个林长作说是华独 好了好了 就算华独好了 他说他是台独 我问他说那你是台独 那请问你现在是哪个国家的立法委员 他说他当然希望他的这个国家这个名字 在他的理念之下叫台湾 但是现在他是中华民国的立法委员 听清楚了 我们台湾的大部分的学民 不希望在这种意识形态的莫名其妙的发展当中 去心情滚动 我们希望一个安定的给我们几年的一个好好的能够让自己喘一口气 不再坐以待毙的台湾 林长作的回答非常非常的符合他的主张 接下来我问他 那你认为蔡英文的中华民国宪政架构算什么 算不算华读 他说是华读 他可以接受 换句话说 这些主张跟我对马英九总统一中各表九二共识 发展到最后变成一个中国原则 而非常愤怒的批判马英九是一致的 我宁可一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像林长作一样非常理性的把自己的主张讲出来 但是他符合自己的民主原则 但是林长作的危机是 他这个主张必须在下一次选举的时候 接受他的选民的考验 我想他已经准备好了 那至于去叫人家猜我是哪个选区 至于要费国父一项等等 会费国父一项 不是不可以讨论的题目 但是蔡英文说了 这个兼顾到历史分裂的问题 所谓历史分裂的问题 就是政治性敏感的问题 就是牵动粮关系的问题 民进党的助理跟民进党的立法委员 请你们跳跃你们的选区好吗 我再说一次 吴坤玉教授三十分钟的质询 我不相信张善政全部听得懂 如果是我做行政院长 面对吴坤玉教授说三十分钟的台语质询 而且质询的是食品安全 我听不懂 就是你侵犯我的权益 因为我不会听不懂台语 不是我应该做行政院长的一个缺点 我讲的是台湾社会里面非常赤裸裸的现实 昨天还好多人赞美吴坤玉全程讲台语 今天我要请教蔡英文主席 全程讲台语是一个立法委员 不分区立委 你提名之后 你要求他的吗 你认为这是他的优点吗 民进党的立法委员们 请你注意 520还没有上台 你就不要把民进党的满意度给慢慢的掉下来 马英九就是这样把自己高垮的 2008年 他刚当选765万票 在520之前 其实他的民调就已经掉了很多 在520之后三个月 他的民调支持度就变成33% 政治是残酷的 我说过 政治非常非常残酷 虽然很多人说要把政治残酷改变 那是你不懂政治 你不了解什么叫政治 政治是人民当老虎 我们的政治人物 官员 尤其是被选举出来的人 你是在那个刀板上的肉 我是老虎 因为我交钱 让你们去吃香喝辣 虽然很多人不是吃香喝辣 好 这个是立法委员的质询 禁告民进党的立委 请你们正常一点 也请你们顾及到民进党执政将来所面到面对到的两安外交国防问题 如果你们以为话中取宠的方式可以继续的来长期执政的话 我非常非常的严厉的来劝诫大家 四年很快就过去 四年可以从山顶滚到山地 但是民进党的优势是什么 是国民党太烂 国民党太弱 国民党太没有能够革新的人才 国民党在死亡的边缘 好 关于蔡英文的革缘 这两天很多人说夏立炎可能是一个人选 我考虑了半天 我觉得夏立炎 他是契机是玄机也可能是危机 现在的时间不太够 我很快讲 如果蔡英文用了夏立炎 就很像当年马英九用赖新元 如果蔡英文用了夏立炎 其实就是间接承认九二共事一中各表 如果蔡英文用了夏立炎 夏立炎又接受了蔡英文的邀请去担任陆委会主委 那就是蔡英文肯定马熙慧 因为马熙慧是夏立炎一手所掌握的 而且是一手所安排的 前面讲的这些都是玄机跟契机 因为这些间接的动作 夏立炎这个角色就很像当年 马英九担心大家说他轻忠 因此他用了一个赖新元 深懒的反弹极为的强烈 但是赖新元所散发出来的讯息 却让另外一边的绿营的人士认为 他不是那么的轻忠 使他安然的度过了2008年到2012年的考验 后来连任成功 如果蔡英文用了夏立炎 这个我刚才前面讲的这些 对老共来讲 会不会是某种玄机的讯息 而对蔡英文能够稍微接纳 我不知道 但是这是我的分析 请相信我 我的分析有的时候是靠政治直觉 有的时候是靠政治经验判断 但是他的危机是什么呢 他的危机是 你如果劝服了夏立炎担任 不管是外交部长或是陆委会主委 你对于马英九的八年的政绩当中的 两岸外交国防就有全盘接纳 维持现状的承诺 但是他能不能全盘接纳呢 马西会里面有没有什么秘密呢 如果马西会里面有不可告人的东西 又怎样呢 以上当然都是我的评论 大家可以慢慢观察 马上回来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